各位人們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8月18號的南島新聞 在第三頂市区來有這麼多道路 都因為離故事收走行路面逼迫不白 還有人看過影響到用路安全的情形 關注人民情在關議院早餘做的邀請資格 特別來到第三市区 相對到第三路 林基街和極營路 以及頂海街這四條道路來規範 也帶來的趕緊來的趕緊時間 和頂民能有安全的極營路環境 林鄭聽到解說 來了解第三頂市区來的道路進行 當道管理民情在關議院創議做的邀請資格 是特別來到的第三市区 相對第三路 林基街由極營路 頂海街這四條道路來規範 因為這四條市区來的主要道路 已經一久不太太過 路面已經必須不白 嚴重影響到極營路人的安全 竹山鎮四條重要的道路 這個路面連酒失修 這個玉營路都已經撥開了 還都腐化了 有的都整空了 所以今天來勘察 大概有四件 有需要做的 我們馬上的 馬上的通知國文公司來設計 現在已經設計好了 準備在發包了 大概總工程會這四條行動 大概要花了一千萬的政費 之前受到我們中山里的李明 陳情 在竹山路還有林基街 這個A7的路面破損不堪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林明珍縣長 來到現場 也同意 總經費將近一千萬 要來修繕我們竹山市區 這些老舊的這些路面 沒有用道德就下地了 就下地 就下地改過去 剛才柯頓的官司來施設法包 解割道路問題以外 官司官創意做 也提出建議 希望會讓種人恐慨來做地下花 也希望未來 都要挑戰一直開業 才能開始解割道路未必的問題 對處管理也相當支持 等一會來解割施設 我們對竹山鎮的路平專案 還有人恐慨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主委要剖 剖這個A7 剖除重新來做 我們會把這個人恐慨 地下化 不要讓我們走在路面 沒有人走在路面 車載過 攏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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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影響我們基礎的安靈 所以最方便我們要把它改善 市區來的道路 市民眾 每天處理都會經過的地方 因此用路的安全性 就變得更重要 休息在管護的腦袋 以及議員會進出之下 一定的趕緊讓第三地面 有一個安全 又更方便的用路環境 記者都說了 参謀都 好嗎 就算了 麻鯉了